北方一年到头最难熬的是冬天 比冬天还难熬的是暖气还没来的那几天 更难熬的是那几天早上还要爬起来上班 一直都想买一个电暖器 但犹豫来犹豫去就卡在颜值这方面过不去 传统的电油厅外观复杂 不带提前预热功能 我看带火焰的就挺好 市面上的火焰电暖器有两种 一种是山姆麦当霍的那种 下面带冷气 楼空的滚轴 滚轴里面是灯 转一圈灯光效果重复一次 火光不太自然 但胜在价格便宜 第二种是电暖超伸波加湿器和灯的组合 火焰逼真还能加湿 最后我选了小米提小线的烤刷机 烤刷机上这团有温度的火 其实是通过灯雾电加热共同实现的 它可以模拟出四种自然场景 第一种是壁炉模式 电暖灯光烟雾全开 效果是加热火焰和加湿 第二种是火焰模式 不加热只开火焰和加湿 第三种是热物模式 加热和加湿都开 但是不带火焰灯效 没有光 比较适合晚上睡着之后用 最后一种和普通的电暖器一样 关灯 关雾 不加湿 只加热 买烤热机的另一个原因是米家的传统技能 你们猜我要说智能联动吧 也不全是 主要是省电 回家这段路上可以在米家APP里设置一个地理围栏 在我下班离家还有20分钟路程的地方 电脑器自动打开开始预热 回到家之后一个屋子均匀的热和只热一个点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到家后立马躺到我运巴的大床上放空自己 然后打开还没挂在墙上的电视放着电影 人类进化了几千万年 还是喜欢围着篝火夜化 不是因为火本身 而是因为火映进眼里的光 代表着希望 治愈和第二天重新上楼的勇气 石墨烯加热 超声波加湿 氛围灯模拟壁炉 单拉出来都不算什么稀奇 但是把它们融合在一起 变成火焰电暖器 冬天的干 冷和阴郁 都能被它打包带走 我一推门 切换到火焰模式 房间瞬间被点亮 仪式感拉满 我希望在看电视的时候 火焰可以跟随声音跳动 像篝火一样 会更加真实和炫酷 好了 这就是本期《逆时人》开箱的所有内容了 如果对你有用的话 欢迎点个赞 感谢帮我拍摄BRO的好时猫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